观察者网消息称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 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 俄罗斯有意尽快结束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尽量减少各方损失 而西方自决心将其拖到 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帕特·鲁舍夫在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和欧洲军工企业欢欣鼓舞 因为由于乌克兰危机 它的订单源源不断 毫无奇怪 俄罗斯期待迅速完成一项特别军事行动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各方损失 而西方决心将其拖到 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据新日俄罗斯报道 帕特·鲁舍夫警告称 基辅的西方支持者 可能会见证乌克兰内部崩溃 他预测西方及其控制的 基辅政权所奉行的政策 最终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分崩离析 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 他表示当西方集体试图 尽可能延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时 莫斯科希望尽早结束敌对行动 以尽量减少对双方造成的损害 他坚称西方的军工复合体 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主要受益者之一 向基辅输送武器 在很大程度上 是出于对利益的渴望 他还直言 目前西方集体的所作所为 是军国主义的体现 不要被昂格鲁萨克逊人的体面所蒙蔽 任何新衣服都掩盖不了仇恨愤怒和不人道 与此同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理解格鲁斯在乌克兰问题 以及欧洲安全领域的诉求 也支持土耳其为了调解乌克兰局势 而组织和无对话的努力 古特雷斯再次提议 在乌克兰建立人道主义联络小组 联合国准备好在两至三天内 对亚洲钢铁厂局势做出评估 组织平民撤离 并为马里乌布尔撤离平民做担保 4-6-3-6-7-2-3-2-2-5-4-17-6-8-6-8-7-6-6-8-7-8-7-6- pewes